我做這份工作已經六十多年了 見過很多人哭著來這裡 古董碎成一百塊一百五十塊 我們專業就是因為我們什麼都做得好 文物復修是意大利的一門大學學科 仔細分類為油畫、瓷器和子女復修等等 兩父女是羅馬數一數二的古董復修師 但他們都不是學院出身的 我十一歲入行做學徒了 二十四歲開了自己的古董修復店 我女兒就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加入 她很有天分的 這門手藝不是由本書開始 要下手做才知道怎樣去保釋 怎樣去打磨、黏合和製作部件 不明白的話就去搜集資料 邊做邊學藝術史 這個中國雕塑是今早早客人拿來的 頭都掉了 有些部件不見了 我們會按照藝術品原貌 用相似的物料製作不見了的部分 逐個部件保釋 相片、黏合 做出來沒有瑕疵 看不出曾經爛過的 這個是意大利常見的馬賽克 最難試過修補更加微型的 送來的時候全部都碎 要用鉗、逐粒黏合 足足用了兩個月 他們救活了無數的藝術品 像往意大利的著名藝術家 委任為獨家復修師 指定要他們修復自己的作品 因為創作的時候是一層一層的賞色 藝術家本人都未必可以由得回原色 但我們可以辨認出顏色背後的層次 他們會按古董的破損程度 價值和修復時間來定家 像修復這個雕塑一樣 就需要20天 收費是500歐羅 客人除了是古董商和收藏家 也有藝術館邀請他們修補文物 這份工需要很多人手 但奈何很少人願意入行 因為一定要有毅力 做到老、學到老 在80年代 羅馬還有三、四十間古董修復店 現在只剩下幾間 很多老公像過身後 沒有人傳承他們的手藝 羅馬政府也沒有特別重視和推廣這個行業 幸好有個女兒傳承我的手藝 在出發旅行前一夜 旅行引者為大家服務 不用帶書的 download他就可以了 去旅行不帶書 download他的確好用